踮起脚尖看 就要看看这一盒盒的鸡蛋打哪来的 因为进口蛋的外包装都得标产地 目前超市加上的鸡蛋都是一家人 你台湾来的 我也台湾来的 那进口鸡蛋去哪里的呢 农业部长陈吉仲 陈吉了五天 终于面对大众 算给大家听 总进口1亿4000万颗鸡蛋 其中席选上架的有2491万颗 但是到期销毁的有5402万颗蛋 销毁的蛋是上架的2.06倍 要销毁的蛋呢 货物损失加上税金总共4.55亿 当初运来一个海运版45箱 3000多个占板的钱 现在又多出了销毁处理费超过2亿 收入的还没进账 赔钱呢得全米买单 但是我们认为粮食安全带来的效益 绝对会高于成本 570万呢 都是做堆毁再利用 那不会流入国内市场 发了几亿买来的进口蛋 还得再花两亿销毁它 是不是解决蛋荒却变成荒诞 陈吉仲被媒体三次追问 是否要道歉 不使得这一个错误的讯息 我们都有做完整的新闻稿的回应 我的责任当然就是要 来把所有专案鸡蛋的进口的这个部分 来达成这样的一个政策目标 要不要道歉 陈吉仲没有正面回答 亲自上火线灭火 不想让农业部因为进口蛋 毁于一旦 华视新闻综合报道 哈喽我是主播王运竹 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 赶快订阅按赞开启小铃铛 随时锁定华视新闻YouTube频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